是我人生当中收到第一幅画 挑战一幅画 吃遍所有路边摊 今天挑战的是 东北锅包肉 话不多说 拍画 打印出来 装机相框 老板您好 您好老弟 我能用一幅画给咱们换一份锅包肉吗 什么画 您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我刚才趁在忙的时候 给咱们画的一幅画 你看我能换一份锅包肉吗 哎呦 看起来还这么精致呢 这是我人生当中收到第一幅画 可以的话 换一份锅包肉是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那咱这锅包肉都有什么分量的 有小份的中份的还有大份的 那我就换最小一份吧 好的好的 行行好谢谢啊 咱这个是什么肉呀 鸡胸肉 鸡胸肉是吧 对红烧肉 是已经提前用电子腌过的是吧 对对对 炸完之后都外出点 但是一般炸多长时间 炸有三起三落吧 大概有18分钟时间 78分钟 对 鸡胸肉必须要现炸 现炸才好 对 老板像咱这一晚上大概能卖多少份 我卖个100份左右吧 100份啊 对 第一次复炸 第二次复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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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咱们炸这房了 稍微起一样的 现在咱们熬汁 炸这个人是什么呀 炸糖醋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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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炸汁里面的金黄色 很漂亮 咱们来点配菜 配菜是用来体味 对 点缀的作用 老板手法很娴熟啊 就这样咱们的一份脱包肉 就四个都完成了 这是一小份吗 是的 一小份这么多 摆汤呢 一直卖的都是回头客 卖的经济实惠 尝一下子啊 好 谢谢老板 慢点啊 好 这个锅包肉因为 复炸了两面的原因 所以外边炸的特别的焦 但是中间的肉 还是特别的嫩 小份的量也特别大 能看到这个锅包肉上 裹满了糖醋汁 挑战衣服化 换锅包肉 挑战成功 下次见 拜拜